等等的 包括像Gatebook 我們會很優惠的價格至少是300塊以下 到甚至於可能是0元 基本上流程大家可以到 這個網址上面去看 我們原本是要讓大家直接去編輯issue 然後用Polyquake 但是我們擔心它有一些技術上的門檻問題 所以你可以直接開issue 然後用辦法淡寫你的文章上去 然後我們針對issue去討論 OK沒有問題就我們幫你把它轉成Gatebook 再來它是很feard talker 很feard talker就是呢 大家會到現場在這邊 所以大家可能會到現場看到一些桌子 然後燈光不會那麼明亮 可能會有點昏暗 然後會有些久一些失誤 然後你會看到一些小桌子 然後每個這張桌子上面會有一些議題 比如說這個桌子要聊RWD的 這個桌子要聊 是一隻怎麼看到一批手啊 或者說這個桌子要聊 最近很熱門的RJJS啊 等等都有可能 然後你就可以很亂錄的到那張桌子裡面 然後聽那邊的人在聊天或講話 然後或者你可以拋出一些問題 看那邊的人會不會回答你 對之類的 然後就去年的經驗通常會聊得很熱落很熱很熱很熱 熱落到時間到大都不想走 對 那這產地12點會關門啦 所以說 如果你不想走的話你會被困在這邊 好 那補充一下為什麼要有這種東西 其實以往的經驗就是我們一年 一個月一個station 那大家然後台站都聽台站 那可能在喉蘭 對 這講得很怪 好 不是那重點是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想法 但他的想法可能是片段的 或者一部分的 但那個東西很好 可能不足以說上台講個五分鐘都不到 可是在這時候 你就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你的idea OK 好 那再來就是翻轉面試 員工面試老闆 那基本上我們已經有個報名已經開始了 就是讓HR或者找 就是 吃飯嗎 就是找工作的 找人才的人 可以來報名 所以 當天你也有機會找到你的下一份工作 這個問題基本上是 那個自剩人家問的啦 但我可以先插他單 我可以先問嘛對不對 好 我可以先問嘛對不對 好 就是你今天不用上班的舉個手一下 我不用上班的 不錯 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就不算那裡好了 不用上班 然後大家知道 剛才看到舉個手 不要這麼快放假嘛 好不用上班舉個手 然後2號應該也不用上班的繼續舉個 2號也不用上班的繼續舉個 1月2號 好 那我可以放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好 這些人就是如果你明年要換工作的話 可以找這些公司 然後記得剛剛要不要名片齁 對 就是今天放假嘛 2號也放假嘛對不對 那請個兩個人家就放一整個禮拜了 好 那一天基本上 我們以前在外面會有一件事 就是你自己找工作 都人家跟你說 你要如何面試 你要如何interview 你要如何介紹你自己 你要推銷你自己 可是我們常常在外面站裡 很早看到一個資訊 就是你如何去看你的老闆 你如何看你未來的工作 你如何找到一個 你覺得對的工作 那這一天其實有個機會 大家不只可以interview 被interview 你也可以interview你的老闆 對 那詳細的內容跟模式 其實有一點大家想像 它就像是一個換桌子 聯誼這種方式 或者說 就是 聯誼嗎 配對嗎 類似這種概念 對 就是他會interview你 你也可以問他問題 然後就是這樣一個機會 但是你的時間其實不是很多 那 在這時間內 你能不能了解他 或者他能不能了解你 或許 你們match 你可以到一個新創公司 也有可能 那你也可能去進入一家企業 這樣子 OK 好 再來 其實我們已經做過簡單的統計了 那目前的情況下來講 基本上Android工程師高過於前端工程師 好 那 不管 所以我們就包座他就自己前端就對了 好 所以基本上 目前來講前端 Android OS其實很缺啦 好不好 那PHP跟Python差不多 OK 然後 Rails 也有在找人 NodesS也有在找人 那你會NodesS又更加前端 就是FullStake 那就是更多 好 那其他的在下面還有 就是PHP Csharp Csharp Sharp就是ASP Sharp ASP 為什麼要拆開 好 走啊 然後 還有Hadoop 對 我正想要就是補充一下Hadoop 這個東西 就是 這個問卷裡面啊 如果你是寫Hadoop 或是Scala 或是他這邊那個SWPN 都是屬於其他的欄位 他是不能選的 就是你是選了其他之後 後面在填東西 但是 很恐怖的是 Hadoop居然 很多人不約而同 勾了其他 並且寫Hadoop這個字 雖然我覺得 現在不是Spark嗎 怎麼會Hadoop呢 但是Hadoop就真的就是 有很多人選了其他這樣子 重點就是大數據嘛對不對 對 所以明年另一個議題就是大數據 如何用大數據打贏一場勝戰 對 好 再來 歡迎大家提供任何新科技 其實去年有三個嘛 像Googlecast Googlecast 這幾年我看到有人在玩 然後還有 那個 增湊手指的 但是我看到最近比較少人在玩了 那 那今年已經有人 那 我們一樣有放在那個 就是 誒是講那個 貢獻者的報名頁面嘛 對不對 任何人也可以貢獻任何一個東西 那已經有人在跳坑了 對 所以你可以任何 貢獻動機你的東西不會壞掉喔 不會壞掉 壞掉後我們可以幫你 有錄影嗎 對我們可以找到那個破壞者 對 基本上就是貢獻帶來的 大家可以 基本上你可以貢獻PS2來玩嗎 也是可以啦齁 如果你帶他來電視來的 對不對 也是可以 Anyway 但是我們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貢獻一個 一些你覺得蠻吸引的科技 或者你那一天 不曉得今天從哪個地方 撿到了一個Apple Watch 但是不知道怎麼那天就撿到了 所以你就帶來了 也是沒關係 也是沒關係 我們會當作沒有這回事 然後大家可以玩一下 OK 或者不只Apple Watch 像現在Sony的已經出來了嗎 然後Moto Nava 3600也可以出來 如果你那天有的 你可以帶來 對 然後你又知道是誰嗎 就把挖坑 帶來給大家摸一下 因為 我們前端在明年 可能會在 Watch這種地方 需要一些設計 我相信一定會有 好 好 再來 不外乎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所以一定會有食物 一定會填跑大家肚子 無限量供應 預算無限 只是不一定花得起而已 好 然後 除了吃以外 剛才現在討論說 我們可能會有容器 但我不確定有辦法 買這麼貴的東西 我們要看預算 然後 基本上會大家給它吃好的 至少沒吃到很好的 一定也會吃飽的這樣子 好 然後一定會有酒 一定會有酒 那除了啤酒以外 可能會有些調酒 然後 酒應該會 也是無限量供應 但這可能我們不會準備那麼多 因為我們怕大家喝醉以外 不知道喝酒的人 到底有多不多的比例問題 對 好 再來 會有技能貼紙 對沒有錯 我們會拿GME的技能貼紙來用 可是我們跟GME不一樣 GME都有大家去看過 它是圓形的對不對 我們要做六角形的 我們要做正版六角形的貼紙 而且我們會把不足的部分補齊 好 我們會把不足的部分補齊 這很明顯就是 公開嗆嗆 不是 其實我們是要幫他補足一些東西 對 好 那為什麼要在今天只能 因為你來到這邊 你可能想要找你的未來工作夥伴 或者你要找你的 你的 你的以後的員工 NWA都可以 或者你只要認識他 要問一些問題 可是他一個白紙在這邊 你也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在這邊一直講話這樣 如果你比如說 你需要找一些URUX的人 你可以看到嘛 他要JS的人 你可以看到他那邊的人 你要Ruby的 他就看到他這樣貼一個Ruby 你可以不用貼在臉上 你可以貼在手上 任何看得到的地方都好 對 你看 你會Ruby喔 然後我可以跟你聊一下嗎 對 或者 你會ANGER嗎 或者你會IOS嗎 好你會 那我有案子 你有沒有興趣 就可以這樣聊起來 OK 好 那 我們的定價基本上是這樣子 就是 這次就是原價700 然後兩人同行500 學生300 貢獻者 基本上是0元 除非我們發現有預算上的問題 我們再怎麼樣不會超過學生 我們再怎麼樣不會超過學生 好 那這個基本上定價已經確定了啦 定價已經確定了 然後產地是這個地方沒有問題 那時間是3點到9點 原則站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看到情況或是太熱絡 我們要不要再調整 我們再研究 因為多一個小時 多好幾千塊 對 好 那再來 講了這麼多 講了這麼多 如果你在 因為我之前也有徵求過志工嘛 對不對 那志工的部分 你有興趣參加 你能記得如果工作人員 沒有聯合上你的 OK 你可以跟我講 那你也可以跟 直接跟你有興趣 比如說 你問他是負責的FreeTalk 所以你 你對某個議題特別熱門 比如說 熱誠 比如說你對IOS特別有興趣 你對Angers 或者你對IOS特別有興趣 你就說 那一桌你要包下來 對 那你就講一聲 那那桌的主持人就是你 OK 了解齁 你就Facebook敲他就好了 說我要哪個議題 然後或者沒有的 能不能開這個議題 那他會審核 那就找他 然後你有推薦哪一家美食 是適合的 或者你覺得哪個食物 一定要有的 你去聯絡他 他就會把你聯絡 你不要說那個 一個湯要一萬塊 那我們付不起 對 或者四十萬的紅酒 我們買不起 好 那 那個 如果有任何狀況的話 你一樣在 在我們的社群 社團裡面直接找 那個洪德翔 他會幫你處理 如果你 比如說你要開issue 開不了或者 開不了也就是蠻奇怪 那就假的問題 然後或者 沒辦法 那個 怎麼沒有審啊 或者有問題就聯絡他 然後 有關於換工作找人才啊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求職的那些活動 這是已經開始報名的 你就找自勝 對 然後如果你 以往慣例就是有互動牆 所以那天有被 那個 就是有翻Bug的話 請找他 對他會負責這次活動 就是在去年大家有知道 就是可以一直推 推互動牆在上面 這次也會有 那到底是用什麼方式 去推什麼平台 我們會再研究 那 對 大戰這樣 然後如果你空虛即末冷的話 你可以找我 對我會幫你安排 就是 你的 你有興趣的伴侶 或者你有興趣的工作 聊個天 這樣子 或者我看到你在省油的時候 我可能就跟你聊個天 這樣 再來 最重要的是2015年 對了 想到這東西 看到這東西 後來想到一件事 就是 每年的那個 萬聯會都有組織捲 對不對 那我們今年還在設計中 那基本上一個禮拜內會出來 對 然後 就是說我們已經在設計了 然後至少一個禮拜內 大約左右會出來 那組織覺得 我雖然是手錶 但是我們剛才討論說 可能要食物 所以我就提了一個 可能手錶加食物的照片 對 好 那就是 蘋果的手錶嘛 就是蘋果的食物這樣 好 好 那2015到底我們要幹嘛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一年做了什麼事 其實我們發現 這一年有些活動是付費 有些東西是免費的 為什麼 到底這個衡量的依據是什麼 當然最簡單就是 產地成本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把產地成本的 去平均下來 那一年下來後 我先問一下小莊 我們的費用到底花了多少 然後有沒有打平 然後什麼 目前好像余額只有 一兩千塊而已 好像還是抓得蠻精準的 對 好 那 到底我們要怎麼去定這個價格 其實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基本上免費有免費的好處 就是至少我們可以 把一些訊息傳播更多 讓更多人知道 這是我們可以打免費的直播出去 那 但是 免費的產地的話 可能就會變成 我們產地成本就出來了 那大家可能會對於活動 你付錢了 你就會比較 你一定要來嘛 就有些積極度 那這次有這樣的差異 那包括可能大家覺得 免費的比較 low之類的 也有可能會有這種心態 但是 我們也是 各有優缺 我們會再取冊片 所以明年 我們就會看到有些活動 可能會一樣是付費的 免費 有些東西就是免費的 那我們會依照 活動性子 我們會 待會有一個紙項目 那紙項目 你看它的名字就知道 它是付費還是免費的 再來獎者跟共享 其實你知道 我們這一年來獎者 都是不用錢的 那這個好處是說 因為我比較提倡的心得 是說你來 就是來分享知識嘛 我覺得知識雖然它是無價 但是它知識分享 是更有意義的事情 可是某種程度上 那你是在霸凌這個知識者 因為 你侮辱了他的知識價值 對 你請了一個 研究了十年的人 你請他來不用講 分享他的十年經驗 結果他都 沒有付他半毛錢 其實這個 對專業這個領域 也是很不尊重的 所以說 我相信給獎支費 是一個對專業領域的尊重 這是沒有錯的 所以說我們明年 也會有一些部分的獎者 是會付費的 付費請他們來的 那當然有些東西 也會是免費的 那我們的依據 我們依據當然不會是 這個人大咖不大咖 或是什麼 我們是會考慮說 這東西到底有沒有必要 就是它那個 那個 需要跟大家分享的 程度到哪裡 如果是很 focus在專業領域的 我們可能會抽費 那是一個推廣的角度 我們可能會讓它是 來分享的一個概念 對 再來就是 我們到底要多人 還是少人 這其實我們在內部 也一直討論過 多人有好處嘛 就是居然有知識 為我們跟大家分享 來多做一點 其實產地越大 那其實成本 成本跟負擔也就越大 那其實很沒辦法 跟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talk 其實我一直很期望 有一天我站在報告書 然後跟每一個人 再去認識一下 就以往到現在的關係 其實發現我來的時間 有點晚一點以外 常常都來不及 那所以明年一樣 會有這種大型的 這種事情 然後也會有小型的 Wallshark 那我相信用小型的 Wallshark 大家可以更認識彼此 而不是來了 聽完了就走了 來了聽完了就走了 這樣一個狀況 好 所以我們明年要幹嘛呢 第一月份萬年會 大家已經知道了 然後過年就是放假出國 約會去 所以不要來 對 好 那這是我們從3月到10月以晚 觀念 我們從3月到年底的計畫 全部都在年初的都排完 那我們是大方向已經排完了 那其實我們有些工作人員 已經認養了一些時間 那我也認養了就是 8月跟12月 但時間可能會調整 因為一份可能會調整 就是技術論壇只有我負責 然後 也會在某些活動 可能就是會免費跟付費 可能就會同時 大家可以發現 比如說像這種 Wallshark一定是付錢的 然後論壇是免費的 那講者可能我會是付錢錢賣來的 可能會是這種狀況 那 有些已經訂完了 有些沒有 但我們基本上最慢最慢 在1月底 1月底吧 就過年前 會把明年整年度的計畫 每一個議題都先打出來 OK 那 如果 如果你有興趣 測某一個月的展 那可以跟我們聯絡 你對某一個類型 跟前段有關啊 不要講說 你來分享一下電機啊 或是建築怎麼蓋房子 那就 你可以蓋另外一個社團 對 那不然正常情況下 比如說你對UX有興趣 而且你有跟UX某一個議題 你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跟討論 你要測一個展 你找了兩三個獎者要來 好 跟我們聯絡 那當然既然在過年前 那我們趕快把這個 就排在某個月份 然後就由你測一個展 因為 因為 我相信 社群是大家的 而不是我或自身 任何一個人的 而不是每天都是我們 排檢子 或者我們在那邊講 而是我相信每一個人 都有他的社交圈 都有他的生活圈 都有他看到的視野 那你可以把你的知識 跟經驗 跟大家分享 OK 好 好 那這就是今天的 我要講的萬聯會的重點 那其實在這個 控場之餘 其實講的東西來了 不過我再問一下 大家對這次的萬聯會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是不太曉得 到底今天還有誰放假的 所以要問一下 等一下找工作的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 大家都有拿到一份明信片 對不對 如果沒有的話可以再去拿 這是一個嘗試 就是我希望讓大家 能夠 跳脫去你 如果人們從實體 拿到 一份工作的履歷跟資料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用 很簡短的文字去介紹你自己 然後記得要留下聯絡番字 要不然那個公司 聯絡不到你 對 留下聯絡番字 那他覺得你不錯 他就可以去跟你interview 其實 在我過完的經驗裡面 我在interview的時候 不會準備超過一張的履歷 就是一張頂多兩面 我覺得你只要很簡短的番字 你就可以 告訴他你會什麼 然後剩下的時間是 你跟他聊天 你跟他聊天的過程中 然後你可以只要認識他 他也可以認識你 所以那個聯絡番字 我相信也是個機會 他可以透過你的寫字的內容 或者簡單的一句話 他可能就可以認識你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找工作的話 上面都有這樣的資料 OK 好 那有沒有人還有問題的 沒有 好 沒有的話 那我就請主持人開始 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rk 然後我的中文名字叫 吳智聖 就是剛剛 雨婷也有提到的 那我這次 忘年會負責的是 就是人力資源交流 跟 收集新玩具 的這個工作 然後這個梗 剛剛已經用過了 就是今天有補班的人 請舉手 然後 就是年底快到了 你要找那個沒有舉手的人 就是他今天不用上班的人 交流一下他的工作訊息 好 然後接下來是今天的重點 就是 當初為什麼我們會定這個題目 就是 說 developer 畢業之後 的過程 這件事情 那 為什麼當初會想到這樣子呢 是我們前端的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裡面 是資訊科系畢業的 是佔少數 對 就是 目前就是資訊科系畢業的 就只有 雨婷本人 還有 小莊 對 那其他人 就是 非常包羅萬象 有物理系的 有土木系的 還有 學那個 雕刻的 真的真的 而且 學雕刻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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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講 那個 那個講者 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一次呢 在報名的時候 大家可能有發現 我們有讓大家去填 你的 畢業 學校科系 對 那就是那個就是自由行政 就是 有些人就是填的資料 就是 讓我辨別不出來 所以就沒有在數據裡面 那總共我們統計出來有 可以 可以辨認的數據有180個 然後 我本來想的 可能會有很多人 不是資訊科系 但是資訊科系還是佔多數 資訊科系 180個裡面佔95個 所以 超過50% 然後 如果又再說 更相關的話 就是你再把 通訊啊 電子電機 加進去的話 那 就是再加25個 就是它可能 已經高達60%了 但是60%之後 就很有趣了喔 這一次 就是參與者裡面呢 呃 大家想跟前段比較有關係的 就是設計 OK 設計的確是 佔了20幾個 就是剩下 剛剛扣掉這個 大宗的之後 還20幾個 然後 卸下去更有趣了 就是變成 你是 經濟法律 器官 管科 這類的 完全就是 大學生 不會寫到程式碼 不知道程式碼 叫什麼東西的人 也出現了 對 然後 還有 土木啊 機械啊 這些也是 佔了一部分 對 然後 然後 我還很驚訝的也是 就是 有圖書館 那個什麼 圖書館 學系 對對對 然後還有外語系 然後 大地系 欸不對不對 那個什麼 天文系 也在這一次的名單裡面 對吧 那 這裡面這樣子加起來的人呢 就是 雖然這東西佔了一半 但是你 你 就是要回去想 那 但是有三分之一的 一些 其他的科系 然後還有一大群的設計師 都是我們前端社群裡面的人 然後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講者呢 就是 他 當初也不是 念 就是 資訊 資訊相關科系的 那我們就是聽聽看 他是 怎麼樣 這個過程 然後我也有一個問號說 是不是 不用去念資訊科系 寫口是融入在我們的 日常生活當中的 好 那我們就 歡迎今天的講者 今天是為我們這個講者來的 有沒有 就蠻多人認識他 而且我覺得就是 他就是 很酷的就是 他就是所謂非資訊科系 然後慢慢這樣子 經過他的一連串的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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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水是給你的 那水是給你的 喔 ok 好 水腦有點差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我就直接开始了 首先自我介绍 我是泽泽群众募资网站的创办人 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泽泽 好多喔 除了是泽泽共同创办人以外 我还是Github的设计师跟工程师 泽泽其实只有三个共同创办人 公司也就只有这三个人 所以我是负责泽泽做网站的人 我们三个人都是在半肩差的状态 所以我的正职 其实是在Github当设计师 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学程式的心路历程 所以就从前开始 但我还是一个小女生的时候 小时候呢 我非常想要 有很多创意想要发挥 所以小时候不知道设计是什么 所以就有一个很 很不仔细的目标 就是我想要当一个画家 直到大概九岁十岁的时候 认识了电脑跟网路 就开始玩仙剑旗下转啊 便利商店之类的 然后 发现上网 你可以找到便利商店的秘迹 然后那时候很开心 但是 没过多久 大概 找到秘迹之后 过了两天 我就发现网路好无聊 网路就只有便利商店的秘迹 那就是已经准备好 几乎要放弃电脑跟网路 就觉得这东西很无聊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这个网站 不知道是现场有多少人 认识的网站 认识人可能都 可能又有一点年纪 首页的制作百宝商 就是当时大概1995年左右吧 还蛮红的一个网站 在教大家怎么做网页 你也看到这边还在讲说 阿姨4.0非常的功能强大 所以我当初就是 不小心 我也忘记是怎么样 碰到这个网站 就开始学HTML跟CSS 那网站上有非常简单的 这种范例 就说你就复制这一段 然后试着改里头 你看得懂的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 学程式 学程式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 你打开一个档案 里头有非常多东西 你看不懂 但是你就试着找 少数你看得懂的东西 然后就改改看它 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 你就可以慢慢看到说 你懂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附近的东西又是什么 然后再慢慢越学越多 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 我长大以后要当网页设计师 而不是画家 这样子 那当时呢 学做网站 很重要一点 就是你要做自己的烘焙机 那做烘焙机的时候 每个人的网站都必须要有一个留言板 那时候很红的就是CGI Perl 之类的东西 那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开源软体的概念 就很多人会把自己写号的留言板 存成一个ZIP 然后让你去下载 然后下载之后 他就跟你说 打开那个档案 改哪些参数 你就可以有一个留言板了 所以大概就 跟我 跟我原本 一开始学程式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打开一个档案 然后非常多东西你看不懂 然后就改你看得懂的东西 那部分就是HML 那我能做的东西非常有限 那 而且后端跟前端非常不一样的一点就是 在前端的时候 你改的东西 你存档 重新整理 就可以看到你的改变 但是后端是 你不一定看得到你的改变 有时候改了 你却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不是像前端语言那么直觉 所以这时候 我一直在学HML CSS 跟 我说 我把JavaScript划掉 是因为 那时候 所谓JavaScript 对我来说就是 你打开 就是去Google之后 可以复制帖上的东西 然后 就这样我一直 花我国小 国中 高中的日子 都在做班王 帮训导出做网页 等等的 直到高中要选类组的时候 我很犹豫 我到底应该是 在走走艺术的路线 还是往电脑的方面走 那时候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说 你就是会做网页啊 你就应该去念个子宫啊 或是 那个视觉传达之类的 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说我完全没办法学会后端的语言 我还是觉得说 我可以自己自学 HML 跟CSS 那我干嘛要去大学学这个东西呢 所以我就决定再去床床看设计的领域 那时候选类组的时候 我决定我要选 还是选了二类组 但是是因为我决定我要念工业设计 然后非常不幸的是说 我要念工业设计嘛 但是我那时候目标是成大公社 但是我学测考不好 所以我就上了中央法文系 非常莫名其妙 那时候学校一类组的人也非常不开心 为什么我要抢他们的系 然后上了中央法文之后 跟我想象中公社的生活非常不一样 因为工业设计你就会想象说 同学都要熬夜啊 然后没办法吃晚餐之类的 为了要做功课 但是在中央法文的时候 我感觉到 我好像每天还可以去喝下午茶之类的 时间很多 所以 大概念了半年 然后过得非常不开心 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对文学 没那么有兴趣啦 毕竟是二类组的人 所以 我就休学了 休学之后 因缘忌讳 家人 很幸运的家人 让我有这个机会去英国念书 我就算是半转学的状态 转去了英国念家具设计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是转过去的 英国念大学学位 那时候是三年 然后 在那三年内 现在我做了很多真的家具 就是各个木板啊什么的 也做了很多 3D绘图的东西 那 这三年的课程 我学到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真的很爱用电脑 我可以花非常多的时间 在做3D 画3D绘图 但是我没办法 花一样多的时间去 做家具 歌木板等等的 我没有那个耐心 花三天只为了 磨好一张桌子之类的 那非常耗时 然后那时候 我3D绘图的分数 甚至是我们系上 就是历史 有史以来最高分 然后我们老师都下来跳 第二件事情我学会的 就是设计本身 就是一种挫折 就是虽然 我学家具设计的时候 我很喜欢学到的东西 但是我发现 每一次缴交作业的时候 都会让我非常不开心 因为我心里有一个目标 就是觉得我应该要达到的 达到的程度 但是我手做不出来 那个程度 所以我发现 其实我是不想当设计师的人 对我来说 写程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终点 就是你为了达成什么目标 那你有达成或是没达成非常清楚 但是设计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 你可以一直走 设计可以一直被改善的感觉 所以呢 就是 这就是我的路程嘛 认识电脑往路 开始做网站 跑去念家具设计 念完之后 我决定还是回来做网站好了 所以呢 那时候我人还在英国 然后就在伦敦找工作 找工作的时候 因为就我家具设计所学到的 有很多经验 我知道设计是 本身就是一种挫折 所以我就决定 要找前端工程师的工作 这样好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 但是我之后去面试之后 发现每一间公司都说 你干嘛不两个都当呢 干嘛不当当设计师 也当前端工程师 因为他们发现 有这两样技能 我加入那些公司之后 发现 他们都跟我讲说 有这两样技能 合起来的人 是非常难得的 大家都想要找这种人 找不到 那我花了很多时间 想要说服自己 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前面并没有提到说 我有学会JavaScript 我只学会怎么复制介绍 所以这时候我会的JavaScript 还是非常的有限 我学会的是JQuery 而不是真的JavaScript 所以我当成了 在这个公司 是唯一的前端的人 但是我不会写JavaScript 我成为了一个 会写Markov的设计师 但是我们公司 我加入的公司 是一个 在英国的新创公司 公司总共有四个人 两个是后端工程师 一个是Business的人 然后只有我一个 是前端加设计 大家真的就是为了省钱 但是同时就在我进入了 我人生的下一章 因为公司的人靠我做前端 所以我就必须被逼着去学 种种我不会的东西 所以我从一个 会写Markov的设计师 变成一个会写Markov 又会写JavaScript的设计师 然后在我工作了 大概半年左右的时候 Kickstarter那时候非常的红 然后我在英国的朋友 因为我是念工业设计出身的人 然后我在英国的朋友 全部都是产品设计师 工业设计师 或是像巴伦滑板的设计师 都是我们的朋友 那时候我们朋友群中 其中一个人跟我讲说 欸你有没有听过Kickstarter 很酷欸 然后因为产品设计师 产品设计师非常需要群众集资 因为不像网页设计 产品设计非常需要资金 你要去开模什么的 才有办法做出你的产品 而不像网页设计 你有电脑 你打开档案存档上传就有了 所以那时候我朋友 就找我们说 那我们来做一个台湾版的 因为Kickstarter 没办法给台湾人用 你不是美国人 没办法用吗 所以我们就决定 要来做嘖嘖的 但是同时 那个时候的我 还是不会写后端的人 所以我们就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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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时候我 还是不会写后端的人 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 我们的朋友 一个Python的developer 来帮我们做了MVP 但是 这个经验对我来说 是一个充满挫折的经验 因为 这是 这是我们共同创办的公司 但是这时候我发现 有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没办法自己就去做 我必须要请后端工程师 帮我达成这些事情 那我是一个非常没有耐心的人 当我想要一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就想要立刻 把它做出来 就像刚学会 网页设计的时候 就会三天三夜不睡觉 只为了做成一件事情 但是当你不会之后 你就算熬夜再久 你还是不会 除非你就很认真去学 但是后端 像我之前说到 没有那么好学 所以那时候 我就找到我同事 那时候我们公司是用 我们公司是用PHP 但是新创公司为了 显得酷 他们决定要 换成Ruby on Rails 那时候我们公司 没有半个人会Ruby on Rails 但是我们后端工程师 非常相信自己 觉得他们一定一下 就可以学会 所以我就说 那我们也一起来学 所以我就决定 跟我们后端工程师 在他们一边 学Ruby on Rails的时候 我一边跟他们 交换才艺 他们学好东西交给我 我教他们怎么写 CSS跟HTML 所以就这样我学会了 很基础的Ruby on Rails 然后我也跟我同事 讲说 其实我是想要做 这样的群众集资的 一个网站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 那我第一个 就是刚开始学的 第二个月 我就说好 那我要开始来做 这个群众集资的网站 然后他们就说 你开什么玩笑 就觉得说 就是你就是一个初学者 然后你要做一个群众集资的网站 是有 没有那么简单 你还要去串接API 然后串接金流 然后有很多安全性的东西 要考量 但是我就说 不管 我就要开始做 但是我一开始 当然也是很实际的想说 我第一次试验一定不会成功 所以 哲哲名字是哲哲嘛 所以我第一个计划 我就叫哲而已 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 某一天就把它丢掉 那非常明显 第一个计划也是 很惨烈的失败了 然后第二次我就想说 这次我一定学到 第一次的经验 我就再从头来过一次 这次一定可以成功 结果一样是惨烈的失败了 然后到第三次的时候呢 我决定跟自己讲说 这次我只要写 最精简的版本就好了 比如说留言那些都不重要 只要人家可以付钱就可以了 结果我就成功了 然后那时候 我跟公司的同事 学Ruby on Rails嘛 那时候学的差不多了 公司是新创公司 他们钱也差不多用完了 然后 所以我就刚好就离开了公司 离开公司的时候 我就想说 那不然我就把 哲哲 这个第三次的attempt 做完 结果就是 现在的哲哲 那 做完之后 喔 这边想到说 现在哲哲甚至有一个 呃 站内的讯息系统 想当初我是 连个留言板都写不出来的人 现在能写出这个就是 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成就感 所以在哲哲写完之后呢 喔 哲哲现在是 在GitHub上面是一个 我自己的reposturing 你可以看到 完全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然后 写完之后 我就刚好 开始找工作了 加入了GitHub 就我在 嗯 离开上一个工作 跟 离开上一个工作之后 我就开始写哲哲 写完哲哲之后 就发现我必须要 付房租 然后 我就加入了GitHub 是大概一年半前 那GitHub的设计师 我在加入GitHub 是当设计师 毕竟我的Ruby 还是没有那么强 因为GitHub 大部分的 很多Ruby工程师 甚至是RubyCore的contributor 所以 就是 还是不能太丢脸 那GitHub的设计跟前端 的组成 跟很多公司不太一样 像大部分的公司 可能设计归设计 前端归前端 你设计师做完Mockup之后 你就丢给前端的人 去切版啊 去写JavaScript等等的互动 但是在GitHub 在GitHub 在GitHub里头 前端跟设计师 在同一个圈圈里头 所有的设计师 都会把自己设计的版型 切出来 也会写JavaScript 甚至 很多人像我一样 是尾后端的人 常常会硬要写Ruby 然后 逼我们同事去 co-review 但是他们也是非常鼓励 我们做这件事情啦 你可以注意到外面有一个 还是有一个圈圈 不是设计师的前端人 那些人是非常注重于前端平管的工程师 他们可能不太管设计 但是他们也会 有时没事去写写后端 所以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讲说 我觉得设计加前程式 这两个技能 就很像鲁夫教的魔果师 但我不是说设计师都很弱 我是说 我自己在学会写程式之前很弱 什么都不会 尤其在学会Ruby on Rails之后 等于是我可以把很多 脑袋中想的东西都直接做出来 而不需要仰赖其他人 那这是我的github profile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github找到我 这是我的handle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first pull request 大家应该 我不知道 大家是熟悉github的吧 知道 pull request 是什么 所以我的first pull request 是送去twitter bootstrap 应该大家也知道 twitter bootstrap是什么 那时候我们公司 不是github 在之前 github之前的一个新创公司 使用twitter bootstrap 那我在写前段的时候 发现里头有个bug 那时候我的老板还跟我讲说 怎么可能twitter bootstrap有bug 应该是你有bug 但是我就非常的不信邪 然后我就 还是送出了一个pull request 这样说 诶 这个东西有错误 所以 我就送出了 然后我看了非常多其他人的 其他人的pull request 看看他们 大部分的人都会解釋一下 到底是什么问题 然后给他们一个demo 说问题出在哪里 但是那时候 我是第一次使用github 送出pull request 所以非常的没有经验 过了两个礼拜 他就跟我 嗯 fitter bootstrap的maintainer 就跟我讲说 诶 我刚刚merged in了很多改变 他也没有看我到底改什么 他就说你要不要再check一下 然后就关掉了 就是他说说不定已经修好了 然后 我当然那时候就非常的 有毅力的讲说 诶 没有修好 然后我就再回来 再跟他讲说 我重新修好他了 然后还加了test什么的 结果呢 就被merged了 但是 直到 从我第一开始 送出第一个pull request 一直到这个pull request 最后被merged 大概 过了八个月吧 所以大家要非常有毅力 那在同时 我老板还是觉得说 怎么可能是twitter bootstrap的bug 直到后来被merged 大概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人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有有有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在那个github工作的话 你们线上会议 开会的那个频率 会很频繁吗 其实在 我先说一下 很欢迎大家问我github的问题 其实我每次都不太清楚 到底应该分享哪一部分 那开会这部分 我们每个team不太一样 我们的team 比较有固定的开会 但我们的team是 每个礼拜会有三天的 两天的stand up 然后有一天的是 Iteration planning 就是讲说我们下礼拜要做什么 之类的 但是我们的team 很flexible 就是 就算我没有参加到会议也没有关系 就是 虽然说每个礼拜有三次固定的会议 但是你不参加也没关系 所以不算是固定的东西 那很多其他的team甚至不开会的 他们就是直接在github上面讨论而已 我们的team之后也会说我不参加也没关系 是因为时区的问题 他们大部分开会的时候 是台湾的凌晨一两点 你好我想要问就是说 那像你刚刚讲的会有时常问 就表示说其实很多时候 你们都是不进办公室 都是各自在自己想要的地方工作 那你们会有 会有说比如说你一年有多少时间 必须要进办公室或者是大家要见面之类的吗 在工作课多少 对 没错就是大家是 就算住在旧丁山的人都不一定要进公司 那所以 一年会有多少次大家必须要见面 是这个问题吗 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是 现场讨论没问题 有些可能需要见面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或者是他们会硬性规定吗 还是说就各组决定说 我们的那个比例说 大概什么时候大家见面之类的 所以其实都是非常弹性的 好 所以我们全公司每一年有一个年会 那是公司全部人都要参加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事不想参加 也是ok啦 就是没有人会逼你 不会说你不参加就会被fire 那每一个小的team 都会有小年会 就是 我们叫mini summit 每个team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要做 那自己决定要在哪里办 就是不一定要在旧丁山办 你也可以说我们决定要去夏威夷之类的 也可以 那这种东西 小年会的话应该是每年一次 那每一个人不一定只在一个team 每个人可能在三 我自己应该在四五个team吧 所以我可能会有billing summit 或是有design summit 又有前端summit之类的 所以我一年可能要出国还蛮多次的 那同时加入github之后有非常多的演讲的机会 所以我自从加入了之后到现在 已经飞了大概30万公里吧 对 就是常常在出国的意思 然后 但是这些东西也都是不固定的 像我听里头有住在旧丁山的人 因为有家人在那里 所以他就是从来不出国的 就一直都在旧丁山 好 还有问题 不好意思 我帮大家问一下 可能 大家可能会比较考虑说 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去开会的话 你们怎么think 刚才讲到是在线站讨论吗 那有没有需要视讯会议 那如果不需要的话 你们如果确保大家工作的进度 或者说工作量 其实卡密速度有没有到个程度之类的 效率有没有起来 所以github的人很爱讲说 我们用github buildgithub 所以 当 你没有开会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内容 应该都是 会有一个连接可以看到的 比如说 很重要的开会 可能 就一定会被录影 那你要什么时候去看 你就什么时候看 那其他部分 比如说你想知道 其他同事在做什么 你就看他的pool request 或是 没有pool request 就可以找到issue 就是大家都必须 所有的工作内容 都会在github上面找得到 那如果 比如说是 像stand up 这种 可能他们只开个十分钟 就结束的东西 他们就会在聊天室里头 留下说 今天谁讲了什么话之类的 像是我自己 如果我没办法去stand up的话 我就会在聊天室里头讲说 我今天做了什么 明天做了什么之类的 这种东西 可是每个team的做法不太一样 我们听算是比较严谨一点 就一般人不会有这种 一个礼拜三次的sync 很多人都只是 就在给他上面找到人家 所以你就要非常会搜寻东西 我想问一下 你们设计师的AI或是PSD 都是放在github上面吗 我们设计师没有什么AI和PSD 对齁 对齁 对 酷 但是我们公司有一些是 专门做设计 比如说设计AutoCAD贴制的人 他们会有AI跟PSD 那他们现在是放在github上面 没错 因为github大概半年前加了PSD的 preview function 更之前我们放在box.net上面 但是大家常常抱怨找不到东西 你好 因为我们公司也是社群网站 我想问一下是github本身在 我也是视觉 我就想说如果是github的话 是在什么需求之下 会再去请视觉设计去做一些 视觉上的改变 因为我们公司本站的那种服务 其实改的契机还蛮少的 那我想问他那时候频率是怎么样 之类的 我们公司大部分都是仰赖设计师 非常自动自发去做这件事情 那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设计师 会看不下去讲说 这个页面怎么就是这么丑 然后就自己直接去改它 然后就送 pull request 然后就看到AI意见 但有时候有些人比较害怕 比如说刚加入的人很害怕就是 很害怕冒犯别人 对 然后就会 比如说他们就会先自己 在自己development的environment里头 改完之后 Screenshot 然后贴到我们有一个设计 专属于设计师的chat room里头 然后给大家看 看大家觉得怎么样 那如果大家觉得说 这个页面不用改 其实他可能就不会送 pull request 了 或是有些人就会鼓励说 直接送上去啊 看公司其他人怎么说 那有时候大家都觉得 欸很ok就直接merge了 所以不会有一个很既定说 欸我们必须要 重新设计这页面之类的 当然偶尔会有 比如说我们公司 刚刚提到Twitter Bootstrap的设计师 也正在给他工作 他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 他之前曾经就有过说 他就有一整个list 他大概list了20项事情 讲说公司网站上面有20个页面 都非常丑 我希望公司的设计师去改他们 然后他就开了这个issue之后 我们公司的设计师 就全部上去看 看完之后 大家自己挑自己想要做的部分 好 还有问题吗 如果有的话最后一个 我这里有麥克风 我这里有麥克风 不好意思 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讲到ProRequake的问题 就是你发现 其实一般你在GitHub上 看到一些Repowering ProRequake后 可能人家也没什么理你 然后就欸 我觉得这已经改掉了 我曾经遇到他说 他说下个版本会改 然后还有说 其实这不是很重要 就把你close掉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你的经验 今天有没有想说 其实我们在ProRequake的时候 有没有需要补充 像你刚才有看到 补充demo 或补充test之类的 什么方法 会比较容易被人家接受 这样子 你是说OpenSource的部分吗 对或者如果 我现在自己 OpenSource 因为大家 认为什么 可能对OpenSource 比较有机会 那当然公司的话 也可以补充 比如说公司的话 最好要补充什么东西战群 对 我觉得 其实 GitHub那一部 也有在讨论这些事情 比如说 我们会希望 有非常详尽的 GitCommit 就是每一个Commit 你要解释清楚 你为什么做这个修改 而不是 只讲说 我改了一些东西 之类的 之类的 然后 然后 像我自己也有几个OpenSource Project 那我目前 开始的 规定是说 如果你的PoolRequest 里头没有写 解释 没有写Description的话 我就是 可以直接关掉你 不理你 所以我们会期待 每一个人的PoolRequest 首先解释说 问题是什么 然后 解释 然后 解释你的 Solution是什么 这样子 但是 比较常我们 是 送PoolRequest 只是为了修另外一个 issue 这时候我们就会直接 mention 那个issue 然后 就不再多做解释 但是 就我做设计的PoolRequest 来说 我一定会附上Screenshot 不然 你就会要求每一个人 去附你的 branch 然后 load environment 之类的 所以Screenshot 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这是做设计的部分 但是如果是JavaScript Interaction 的部分的话 附上GIF 是最好的 那应该是我 加入GIF 之后学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做GIF 所以大家要学做GIF 非常重要 我现在做GIF 是用一个东西 叫做LiceCab LiceCab 跟CloudApp 都很好用 都是免费的 好 那就这样 那我们休息到7点半 然后后面有那个 银耳汤 跟黑木耳汤 那一罐一罐的 大家欢迎自行取用 CBC 这边有饮料机 在